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住民的文化应该在台湾来讲是源头 这句话我们是非常非常的肯定 觉得部长真的是了解 台湾应该要重视这个原住民的文化 这个部分 过去文建会的时候 当然还有好几位官员可能都是文建会时代 他们应该也是非常了解 每当我们在这里咨询 对我们原住民的部分几乎是不是很了解 也不是很重视 所以部长上任快一年 我相信你在原住民地区有关文化的部分 也做了不少 今天又看到部长非常重视原民会 我想这个就是值得肯定的一点 过去观光局 我们经常在交通委员会 因为现在观光客到台湾来的 自从两岸这样开放之后非常多 但是大陆的这些观光客到台湾 对原住民的认识只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阿里山 一个就是瑞瑞潭 所以我要求观光局应该要彻底的来做一个宣导 来做一个行销 因为原住民地区在台湾不是只有阿里山 不是只有瑞瑞潭 之后他们是做了 他们成立了一个原住民地区观光推动小组 成立了一个平台 因为你单单靠观光局 观光局他们根本就没有一个原住民的官员在里面 他们完全不了解 不了解的情况之下 一定要成立这样的一个小组 重视原民会 跟相关的单位 离物局 包括你们文化部都有拉进去 伟参有两次 这效果就出来了 所以刚刚六个动委员在咨询 看到我们部长很重视原民会 我就觉得这是正确的一个方向 既然台湾的原住民文化是龙头 是源头的话 应该我们要如何去做 这样这个工作方面的推展 一定要有内行人来临 来引导外行的这个单位 文件会过去就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在99年12月12号难得成立了一个圆圆楼藏 圆圆楼藏 原住民文化资产 潜力点的那个推荐 名单出入 相当隆重 虽然并不是很多人 我参与了 这个名单出入的一个推荐会 我是参与了 那时候才我感受到说第一次文件会有在中视 但99年到现在之后啊 这个推荐的名单啊 虽然出入了 知识的情形 到底怎么样我们就不清楚了 就没有听到像进一步的消息 所以当时这个主持的是我们总管理职的主任 王主任不晓得还接不在场 王说来 在 在好 当时啊 我们也看到推荐的那个出入名单 有型的有127个 无型的有27个 当时我们有类为 员建民机有类为古迹的那个国定古迹啊 是移住好茶 那是之前啊 就推荐名单出入之前 好茶 但是这好茶我想啊 严敏会的负责也在场啊 应该就了解 现在目前好茶的状况啊 那我跟部长讲一下 大概讲一下了 现在好茶 这个 国定的古迹啊 杂草重生 杂草重生 道路也都啊 几乎都啊 很难通行 这是唯一的了 历史的建筑部分有九件 记录有一处 文化景观有三处 遗址有就一处 无型的文化市场就十四件 当时是这样了 经过这几年之后 现在目前状况啊 到底如何啊 我也是想了解 啊 部长是不是能够说明一下 是委员 呃 在那段时间之后 现在呢 无型的文化资产 总共有三十六件 那么跟原住民的文化历史 有关系的 包括有型跟无型的 总共加起来是一百二十二件 那您说的这个屏东的好茶就社的状况 我呃 希望我会找机会去亲自走一趟看一下 呃 现在目前是有一百二十二件 一百二十二 我们也希望啊 这个这个资料呢 能够提供给我们 会 会的 会后 会后马上提供 我想啊 我们不当然是有这样的计划 应该在执行 执行面啊 我们也要了解 呃 过去我们所担心的 啊 就是 这文化资产的部分 文化资产的部分 应该是属于文化部的 这个工作 是的 啊 所以 文化部的 呃 工作 但是同时 啊 您也有部分 大概给交给 分工的部分交给原民会 有没有这样的信息 啊 那倒是没有 但是地方政府 就是说像古迹跟历史建筑的认定 都是从地方政府去着手的 所以这样的情形 我刚才提到了 我想部长 你应该是要好好 啊 重视相关的单位 能不能跟这 上一次这个赵同夫 做这样的措施哦 你们现在是有一个窗口 窗口是哪一个窗口 你是说跟观光局吗 不是 你们现在不是 那位 部长 我听到你说明说你 现在对原住民 原住民是 我们是 嗯 对于多元文化的推动 本身 是在人文司 但是去做整个原住民的 我们对原住民的措施 跟不讲补助的 这个统计的 呃 单一窗口 是在综合 综合规划 中和规划 综合规划 中规划 那是窗口 是 所以我想这个窗口 呃 假如说不是原住民身份 呃 这个这个呃 官员在负责的话 这也是很难去推动啊 呃 但是我们要做这样的要求 也不可能了 所以我非常希望说 是不是能够跟 交通部这样的做法观光局 呃 你们应该有时候要跟原民会 呃 有一个沟通 有一个平台 呃 委员 我完全赞成 我认为是我们这样 我们就 我会请中规司司长 很快的就跟原民会的同仁 做一个联系 让我们对于原民会本身 正在进行的工作 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这样我们以后可以 有更多的合作 因为现在原住民的文化 刚才认为也提到 我们有二分之一的人口 几乎都已经迁到平地 所以文化失传的 是相当的快 是 假如说不正式的话 这个机会真的是 也许会消失 所以我们也许会非常重要 为什么一再重视这个博物馆的成立 原住民族的博物馆的成立 我们原因当然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能够在一个点餐 能够在一个收藏 能够在一个 那个推广 继续能够勇气的发展 能够在一个传承 虽然目前我们没有一个 使用原住民族的博物馆 但是我们现在有文物馆 是不是这样 我想请严明会副主委 请林副主委 跟委员报告 我们先各地方的那个是文物馆 是不是 对 有28个文物馆 目前在原住民的地区 有28个馆设 有28个馆设 对对对 所以2828馆设 我想这是属于你们馆的 现在目前是归我们 负责来辅导他的 这个馆呢 大部分都是属于地方政府的 地方政府 对对 对我想这个既然文化部 部长你现在这么重视 我们原住民地区的这个 有关文物方面 包括文化 有形无形的 你都认为是源头的话 我想这个28个文物馆 它有具有真的是存在的一个价值 尤其他们所保存的那些地方的 当地地方的这些文物 我大概有 这期看了几个地方 它相当有这个意义 而且它有它的历史的存在 所以我想 你们在这个报告里面 就是文化部 博物馆事业推展补助 最重要点里面 其中的第四类 博物馆是倡导文化 平权专业推广 计划补助类型 都在鼓励各部馆 或是针对弱势团体 或其他少数族群 培养地区原住民 新住民等规划 办理相关活动 或是针对推广的计划 你们这个里面的 预算的经贵 变类了四亿嘛 有四亿的经贵 文化部 或是这一项 这一项计划里面有四亿 您指的是博物馆吗 对 是 我们在博物馆的话 包括所有的 包括我们所有的附属机关 以及它的营运 那原民会所属的 这28个地方文化馆 当我们可以用 我们的大博物馆的资源 来发挥 这个母鸡带小鸡的 这个作用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全力的协助 对目前 你们有没有对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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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馆的部分 就是母鸡带小鸡的部分 你们有没有 投入一些经贵在里面 这个是 应该是有的吧 那个台博馆的馆长 您要请他来答复吗 请说明好 台博馆的馆长 陈馆长 那个台博馆的馆长 好 主席 委员 你好 那台博馆呢 在对原住民的这些文物馆 或者是部落里面 我们每一年啊 都有所谓大馆 带小馆 还有我们的文物啊 大概有多少的那个投入 我们每一年的大概都有一到两档的这个展览 到这个部落 或者到文物馆去 大概应该有七百万左右 对 所以 我想啊 那个部长 我们是非常的盼望啊 你既然是源头 你没有一些经费 一定的比例的经费来去重视的话 这真的是很难 很难 啊 去维护 啊 所以我想啊 部长在针对这方面 除了啊 你的观念 啊 你的看法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应该是要如何来去啊 继续来推动去啊 让这个文啊 原住民的文化 文化跟文物 能够继续保存 这应该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做法 是 委员 我们啊 跟原民会保持更多的联系好不好 好 那个啊 副主委啊 好 谢谢文 我们很多的事情 时间已经到了 但是我在这边 大概就给你做一个提醒 我们很多的那个 该做的 过去没有好好地做 现在有在做 但是实际上是已经慢了 比方说这个 果树历史 因为我们原住民本身没有文化嘛 没有文字嘛 完全没有文字 过去都是果树历史 我一直在想 我们这个工作 假如早几年去做的话 我们可以保存很多很多 我们自己到底是 怎么样来的这些 更可贵 更珍贵的 但是 因为过去我们没有好好去重视这样的工作 所以想口树历史啦 这一方面能够尽量把它做好 像那个箱子的部分 箱子的部分里面做的还不多嘛 目前完成的箱子 好像才几件啊 箱子 箱子里面完成了几件 十一件嘛 只有一件 怎么可能就一件 跟委员报告 要我单位说十一件 十一件 所以推动了这么多年 才完成一件的话 那还得了啊 才完成十一件 我觉得非常少 已经过几年 前委员时间了 所以我想 这个箱子的部分 也能够积极的自己把它做好 把它建立起来 原箱而已就三四个箱 总共有五十五个箱 你现在才完成十一件 这个还有一点 非常大的落差 谢谢